最近拼多多的自营商店多多福利社上线仅仅不到四个小时就被网友给搞得下架了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拼多多在早期的时候有一项政策 这个政策是偏向于消费者的 就是消费者可以点击紧退款 这个时候不管是发货了还是没发货 都可以让商家都要求商家迅速的把钱退给消费者 那么有不少的消费者呢发现了这个漏洞呢 就是买了以后啊等商家发货了以后点击这个紧退款 后面收到货以后呢这个货也不退了 那不少的商家呢就亏了很多钱 那么等到拼多多自己来开店的时候 这些商家也在利用这个漏洞 让拼多多自己来承受一下这个痛苦 其实拼多多在早期的时候野蛮生长 有各种漏洞各种政策 吸引了大批的消费者 让这些消费者能够起来 同时呢平台也允许一些假货 或者是没有品牌的产品在上面流通 拼多多的老板也说过了 有一些是叫做白牌的 并不是说产品不好 只是说没有在没有什么平台愿意给他们提供服务 那么拼多多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服务 那么现在呢拼多多上也越来越有一些比较正规的品牌了 但是这个印象还是停留在 但是呢有一些事情 一些商家朋友还是记得的 所以为了报复平多多就发生了这么一几事故 那么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商业上不仅要保护消费者 也要保护商家 这个供需关系 这个交易的达成必须由两方面组成 公方和虚方 破坏任何一方 偏向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对 都不行 也走不长久了 所以这一次拼多多 可算是成到了苦头